就是把牙刷放到你要清解的地方 然後就在那裡不要動了 過了大概2到5秒之後 再把它換到下一顆或下兩顆牙齒 電動牙刷跟普通的牙刷比起來 它其實有三個優點 第一,它刷毛自己會動 如果是音波型的電動牙刷 它每分鐘震動的頻率就高達3萬次了 這數字太高你可能很難搶像是什麼意義 第二個優點 那就是智能偵測你刷牙的力道和時間 這個其實已經算是現代電動牙刷它的標配了 畢竟全台灣大概8-7%的人都有太快又太大力的通病 最後一個優點就是很貴 東西很貴啊,錢都花了 還是用一下嘛,不然錢就浪費掉 電動牙刷它清潔效率確實比普通牙刷還要好 但是呢,大部分的人其實並沒有享受到電動牙刷它的威力 首先這一點最重要 普通牙刷換到電動牙刷的人 一開始一定會忽略掉 把牙膏擠到牙刷,放到嘴巴裡之後再打開開關 正確的電動牙刷使用方法 就是把牙刷放到你要清潔的地方 然後就在那裡飄動了 讓它自己好好做它該做的事情就好了 過了大概2-5秒之後 再把它換到下一顆或下兩顆牙齒 然後再一樣飄動它 再怎麼挑電動牙刷呢 就是軟毛,頭小,並且病薄 電動牙刷其實可以分兩種型態 一種型態就是頭遠遠的會像這樣 然後有一種電動牙刷 它外型跟普通牙刷長得差不多 但是它會發出音波的震動 兩個用起來其實都挺好的 並沒有誰有誰利也的問題 其實我長久以來都是使用普通牙刷的 大概是在今年5月的時候 我才從普通牙刷轉變成使用電動牙刷 我目前正在做矯正 我有些牙齒上面有放俗稱痘痘的樹脂塊在上面 是幫助影視眉來拉動牙齒用的 結果就是我用以前 我可以拿滿分的刷牙方式去刷我現在的牙齒 我在這些棉有痘痘的牙齒表面上面敗症了下來 我當場嚇了一跳 雖然說我其實一開始也就知道 樹脂表面的粗糙程度會影響牙菌斑的殘存量 但是我沒想到差別竟然會如此巨大 我改從普通牙刷換成電動牙刷試試看 結果不是不知道 疑似嚇一跳 同樣的時間 我改用電動牙刷來刷 結果又變得比較乾淨嗎 有 電動牙刷它確實讓我恢復到以前的清潔水平 用手中牙刷能夠刷到百分之百乾淨嗎 當然可以 但是一定會花比較多的時間 電動牙刷真的可以美白牙齒嗎 答案是可以 因為畢竟它在同樣的時間之內 它刷的次數硬生生就是比手中牙刷還要多下嗎 但是也不可能說 人的牙齒用電動牙刷之後 就從這樣變成這樣 電動牙刷可以取代洗牙嗎 當然不行啊 電動牙刷就比較厲害的牙刷而已 怎麼可能可以取代洗牙 有的廣告上面還標榜什麼圍錫啊 圍錫啊 圍錫啊到底是什麼鬼啊 就算給你再好的工具 你也要懂刷才行 它是好東西沒錯 但是 你也不要過度的神化它 畢竟你自己對牙齒的心態 才是最重要的 好